2 1 2 0 2 3 基隆童话艺术节 宇晶玲创作大赛 起草技等会正式起动 宇晶玲创作大赛 赞不赞 赞 画面现场是基隆童话艺术节 宇晶玲创作大赛的起跑活动 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 跟教育处长刘美兰 文化局长江廷梅 与教育处副处长陈淑珍 先动国小校长江兆南 带领先动国小富佑的孩子们 共同邀请全国就读国小以下的小朋友 发挥想象力 以基隆宇都的宇作为发想 来创作心目中宇精灵的模样 活动现场 市长谢国良也陪伴先动国小富佑的孩子们 一起为宇精灵着色 小朋友抢着要坐在小爱爸爸的旁边一起画画 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也将一位小朋友抱在腿上 一起为宇精灵涂色 现场的气氛相当温馨 今天很开心跟我们先动国小的幼稚园的小朋友 大家一起来寻找宇精灵 因为基隆一年有两百天都是下雨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寻找宇精灵 同时我们也符合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跟环保意识的概念 我们让小朋友一边玩 一边了解环境保护的可贵 大家好 我是宇精灵 宇精灵会说话 这次的童话艺术节就是要让大家发挥不顺的感觉力 绽放你们的同心 透过宇精灵的一个规划去描述孩子相中 我们的宇精灵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然后我们也会因应整个孩子的创作之后 我们会做成了孩子的一个集张点 那也在我们从4月1号一直到4月4号的整体活动当中 这些的集张的部分会在各个的集张点里面 所有的民众只要集满我们的印章 然后就可以换得我们在这次活动里面 所办理的一个精致的一个礼物 后续的部分呢 我们也会有大型的装置艺术 那这个区块呢 我们后续会在我们的国门广场这边呢 我们会在因应我们整个的宇精灵的设计之外 我们同时也寻找小雨滴的活动 而这些雨滴呢 有5000滴的雨滴 会在我们国门广场这边呢 做一个大型的一个流动的一个艺术展 基隆童话艺术节今年将于4月1号到4月4号 在国门广场与海洋广场热闹登场 雨精灵创作大赛针见时间为2月20至3月10号止 采线上及实体收件 借由认识雨的自然生态教育与游戏体验结合 一连串精彩的童话艺术节活动 让大小朋友相当期待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